五种奇特的转基因食品 能杀虫的玉米 多年来蚕食玉米的虫子一直是农民们的眼中钉 一方面农民们不希望自己辛苦种植的玉米被虫子吃掉 但是另一方面农民又不想给自己种植的玉米喷洒农药 这样对玉米本身也有害 于是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自身带有杀虫能力的玉米 这种玉米在成熟前体内会含有能杀死虫子的毒素 当虫子在玉米成长过程中啃食玉米时就会中毒而亡 这种玉米既不怕虫害也没有杀虫剂残留 是农民非常喜欢种植的玉米品种 科技的进步让我们可以利用机器解放双手 更神奇的是就连动物都可以替我们做事 母乳喂养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虽然用母乳喂养的孩子身体更健康 但是有很多妈妈奶量少 不能维持自己孩子的一日三餐 针对这一现象 科学家把目光转移到了奶牛的身上 如果能让牛奶变得和母乳一样富有营养 那就能让每个孩子都喝上母乳 从2012年开始 科学家就在尝试把人类的基因引入奶牛的胚胎中 希望能把牛奶改造成和母乳一样 能增强孩子免疫力的奶 虽然这个想法非常完美 但是实施起来难度比较大 所以短时间内是难以见到成果的 排雷菠菜 菠菜是一种能促进人体血液流动 让大脑更灵活的食物 它常常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过除了变成美味的菜肴 菠菜还有另一种用途 2016年麻省理工学院在菠菜中 嵌入了一种能感知爆炸物的碳纳米管 将这种嵌入纳米管的菠菜种植在土地中 菠菜会把发现爆炸物的信号 发送到相对应的手机中 这是第一例将植物与电子系统结合起来的案例 是不是听起来很像天方夜谭呢 保质期长的番茄 如果你在超市的货架上看到干瘪的番茄 你一定不会买回家 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公司 发现了这个浪费食物的现象 于是他们在番茄中添加了一种 能干扰成熟过程的基因 该基因能产生一种酶 这种酶能使番茄变得饱满多汁 并且还能延长番茄的保质期 这样可以有效减少番茄的浪费 不过还是有些人害怕 这样的转基因食物有害健康 不愿意购买 净化环境的杨树 随着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时间越长 地球上的垃圾就越多 为了改善我们的环境 华盛顿大学研发了一种转基因杨树 这种杨树能够用根部吸收地下水中的无染物质 并将其分解净化为无害的气体 排到空气中 而且这种转基因杨树的杨树花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这是一项惊人的科学成果 到目前为止 杨树已经净化了地下水中 91%的三氯乙烯 未来我们还会找到更多的保护环境的方法的